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的设计 现代科技的进步能够满足人们对未来的任何想象和需求 这当然也包括汽车了 就在最近,雷诺公司举办了一场关于未来汽车的设计大赛 而比赛的要求只有两个,就是环保和无人驾驶的理念 这样就鼓励了一批热爱汽车设计的学生们 从交大毕业的中国女学生蔡宇晨的作品就非常的出彩 她设计的这款车子叫The Float 是一款悬浮汽车 最终力压许多德国设计的车子赢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 从外观上看,The Float像是两个透明的气球 但是连接在一起有像是一个弯豆的外壳 而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这个透明的外壳 因为它能够改变自身的颜色,无游客的隐私 并且因为是透明的,还能扩大司机的视野 而且虽然它没有设计轮子 但是依靠着磁悬浮技术就保证它的动力问题 而银色的座椅也让它看起来非常具有美感 此外,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它能够正常的移动,速度很快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一辆汽车可以搭载两个人 如果人多的话,想要一起结伴出游怎么办呢 只要将The Float镶嵌在一起 就可以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点像女生一起手拉手出去逛街呢 如果几个司机之间想要进行交流的话 只要把音箱打开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对话了 蔡宇晨还告诉大家 因为这部车子搭载了强大的记忆系统和导航系统 因此可以实现无人驾驶 只要把想去的地方输入这部汽车的软件里 就可以闭着眼睛,睡一觉就达到目的地了 当然了,这部车子透明的设计 也可以让你赶走一路的困意 享受美好的旅行时光 据悉,这部车子刚刚准备设计 就有公司提出售价200万 虽然价格可能高昂 但未来能够在这样的车子里享受旅行的话 想想,确实也很美好的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和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